3月20日 网上有消息称武汉有小区出现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引发关注 对此 武汉有关方面回应表示 小区居民张某某为无症状感染者 非确诊病例 3月23日 中心社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六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 无症状感染者指的是无临床症状 呼吸道等标本新冠病毒病原学或血清特异性IgM抗体检测阳性者 曾光告诉记者 检测可能出现假阳性结果 因此需对无症状感染者进一步诊断鉴别 不能仅凭检测阳性就判断其为确诊病例 我们这个诊断技术是核酸诊断技术 所以它诊断技术它不能确诊这是个无病毒 那对没证告的检查的话呢 我觉得它不能的话就是断定 是活病毒还是死病毒 病毒的片段造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对这种人的话呢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曾光介绍 疾病的诊断不能仅依靠一项检测 还要结合其他表现综合的做出判断 我这个检测是一项挺重要的措施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标准 你像这个鼠疫的诊断标准的话 我们需要的话给它 分一个病毒的病毒 病毒的细菌 而不是一般的话 这个就能够确诊 在第六版防控方案中 将确诊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分别列出 对此曾光指出 无症状感染者不应被看作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但他们也有可能处在潜伏期 后期可能会出现症状 转为确诊患者 所以需要对他们进行隔离 在第六版防控方案中 同样提及 无症状感染者如出现临床表现 及时定证为确诊病例 此外还提到 对无症状感染者应集中隔离14天 两次核酸检测阴性方可解除隔离